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创历史的行高持续涨不停 那包括那个当然科技跟那个半导体这边来讲 是对程半导体来讲 是稍微微幅的是走下跌 代表什么悄悄板 一涨就一跌 一跌就一涨 所以资金有没有跑掉 最重要的地方是 有没有很重要去偏空它 因为投资朋友这边来讲 常常有人开始越来越什么 外资在卖 圣诞节又要来了 每天都有些一些 因为赚不到钱 这行情应该是比较保守一点 你觉得对不对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说 把它改成你要选股第一 因为资金没有跑掉 它就是跑来跑去 什么股票是拉回可以找买点 这个才重点 那你要买的股票 就是未来大盘涨跟跌 你持续都能什么 持续能再涨 就是主流 那主流一定什么 就是很多外资法 持续还在买的股票 你要去找一些有钱在买的股票 去做规划重点式的 大力的什么 好好的报酬 甚至你不要怕它跌 在近来有一档股票 昨天很多人早上是很高兴的 尾巴好像几乎上 一下热情又没有 什么就冬年 然后今天这档股票 当然我在Lilet也讲过 但是因为我们在 Lilet是12点半 那时候我跟大家讲 31.8是一个它很重要的一个 另外一个里程碑的开始 那很可惜 尾盘它没有站上去 收在相对的低档 但是这档股票坦白讲 它会结束 短线它是因为它筹码 因为大盘本身相对它没有量 没有量 那这个量这么大 当然它没有结束 你只能放住 那如果你很建议那个价上 你就要怎么跟你谈一下 这的确是有些时候是 给一些会员的权利嘛 那坦白讲 我真的也不能说 这样好像好像觉得 我们卖掉它就跌下来 就多厉害 实在不对 在那个32.8 33卖掉 那只是一个惊弱纲而已 坦白讲 如果你不卖 你在耐心等待 它整理完毕之后 它势必 是在昨天本身来讲 它是创什么 再创此破的新高年 来到一涨了 33.1 如果昨天收盘是收在 大概阅略是在31.8 我在12点半也讲很清楚 那为什么今天要再补充一下 因为很多人可能 因为只看LINE 包括去FB粉丝团看一下 开始有很近 因为我们录完之后 不小心要跌下来 那就什么 还是一样 它是短线没有正式的吗 攻击讯号出来 所以这种目标更棒 如果你有真的短线没有 上次没有跟上的人 那这地方当然是 又是另外一个机会的开始 它只是这种股票坦白来讲 就目前来讲 比任何一档股票好赚钱 第一个它股性就是比较温和一点 在股票说实在 你只要能知道它的股性来讲 真的说实在 这个就是 它这种股票实在不会让你有任何的风险 你知道你只要逢低做买进 你不要太接一个短线上的 留那个上影线 当然昨天的上影线是留了有点蛮长的 代表说有人的确在这边做个跟我们一样做同步 短线做个花里了结的东西 你说老师你都没讲 是要怎么讲 我想说如果你很介意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把电话留下来 都是讲实在 这个就是投资朋友你不对了 你每次都说你在赔钱 所以说等到赚钱再怎样 我不是很介意这些 我介意的是说投资朋友 你本身从来没有把你的习性 因为一个人的赚钱一个态度 就是你的态度会决定你的高度 你老是觉得你赔钱 那包括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赔钱 因为你在低档的时候你看不懂 你不敢买低 你每次都是一档股票 就是看他转强才去买进他 所以你的成本都比一般 看得懂成本来得高 当然永远都就是不上不下 因为在碰到这种趋尖整理的格局的时候 你一定是套牢 那一旦套牢的时候 你的心怎么就开始很难过 什么时候要涨 那你为什么要问他什么时候要涨呢 因为你看不懂 就如同这个冬年来讲 实际上他没有特别 对我们会认为每个人都赚钱 坦白讲 因为这张股票实际上上一波 在11月7号的时候 我公开电视上跟你讲 30.8你买就对 他难道这一波没有再跌破30块附近吗 有吗 这两个点位绝对都有吗 是你有没有弯腰下去捡钻石 他在12月份绝对这两个地方都有来 只怕你那时就开始 哎呦我套牢了 我32块没卖 这个地方我不敢吗 会不会再来 结果再来了 昨天又来 昨天又来 我又失望了 哎呦我32块那边又没卖掉 那现在又开始赔钱怎么办 这就是投资泡你一直被你自己的一个股票套牢了 那如果你愿意灵活操作跟我一样 你跟着我电视上这样做动作 不是没有打开给你看 你跟着这样做动作就可以 你会赚钱 你当然一定赚钱 这集团股本来就走得很慢 它是一次一次两次的机会 让你再次降低你的成本 让你做价差的 我们也是这样操作 这种股票在说没有送你东西 那真的 真的是你对不起我的吧 对不对 包括进来12月11号 实际上它又回到一个 你不愿意买进来的点 好就是30.8这附近 我买了12月11号 我告诉你 不管你有没有 短线最长的等到32.3才是短线获利点 你说有没有来 昨天12月11号 昨天12月13号 12月11号如果你愿意享受30.8 买就对了 你昨天这边有没有钱可以赚 虽然不多啦 总比你赚一点小钱 生活过好一点 生活没烦恼啊 如果你一直在介意 那刚好有些投资朋友 是一直买在这个地方 那你就会介意 昨天33个到底要不要卖呢 还是会不会再涨 我认为它会再涨 但是你又失去一次 再次赚价差的权利 这就是当你的出手点不对的时候 你怎么样把它管理好 你的一档股票 冬年不能赚 冬年有赚不完的钱 我坦白跟你讲 那你说那利多是真的还假的 利多当然是真的 包括11月17号的时候 我们在31点之后还在做买入 短线获利我们是定在33块 有没有百分之做命中 你说老师那你上次卖33块 这是你做短线获利点32.3 那是不是这张股票会越盘越低 绝对不会 它就收敛三角形的时候 有一天你要注意 要什么时候正式突破这两个点位 它会大涨 那我跟你讲坦白一句话 这东西不用再问这么 这种东西就很简单的一种 一种技术现行的 收敛之后 它一旦跳过去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卖 你反而不能卖 那你说短线老师 那你说怎么办 我老师报上报下 你既然这样的话 我要投资朋友 你在操作一档股票的灵魂在哪里 你是要为了赚钱还是为了让他套牢 因为套牢每个人都不愿意都情绪不好 但是你因为当来到一个 你没有办法去降低一档股票成本 就算他大涨之后 你这段时间的煎熬的话 说实在你倒不如 我常跟你讲说你优雅的过一下生活 你不要每天一直盯着他看 你就忘了他的存在 他在怎么样不好 说实在 他在怎么样不好 今年来讲 我可以很确立的告诉你 要买到30块以下的冬年 应该是难上加难 因为他的获利各方 这种奖金很大胆 他获利的 他是比 他是一举超越 他第三级获利是倍增 这是成长股 否则为什么法的一直 你去看内部的报告 如果我没看 他是一直加码再加码 增加持股增加持股 那你要增加持股 当然什么 这个地方代表是什么 这张股票一定有未来 那增加持股的位阶来讲 当然目前没有达到 你就耐心等着他达到 那时间到的时候 你不要等到 哎呀老师你真的很准 真的达到 那个法人真的 那个东西不重要 重要是这个你要内部 他已经拿到这边 你敢不敢压 敢不敢压 那如果你买到这个地方 当然是一定 而且你盘了四五个月 那十二月怎么可能这个地方 就这样给他结束掉了 所以投资朋友 你一定不要对自己本身一直 尤其在整理区间 整理有个月 这个地方是难盘 因为毕竟价差不到 如果你很介意这个地方 你要交给我们 但是毕竟这种股票 你卖不卖那个33块不重要 重要是他们机会 让你再买低点 我一直跟你强调 因为你有买低 你才有机会做价差 如果你没有买低 你的股票在那边 一直上上下下说出来 他还是要过 过终究有一天33 32.3 如果有一天 有一天正式过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卖高一点 能赚多一点 因为这张股票已经达到年底了 年底做账 你包括PTA本身的话 价格一直在 价格在往上做调涨 那这个当然对冬年来讲 的公司的本身 又有什么抗冻剂 第四季 你也知道今年冬天 如果一直冷起来 一直冷起来 他原料这个地方来讲 报价一定往上做提升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这档股票的未来 目前受国际油价 已经开始在上涨 包括现在国际油价 开始也回不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 报价是往上做 强势的往上 那外资法人目前来讲 你现在电子股美行星 当然相对来讲 他会大力加码 在10月已经加码5万张 目前都是买多于卖 所以你为什么 他的报告都还 我觉得还蛮亮眼的 原因就在于说 因为这东西不方便跟你讲 所以这个股票 是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多头降的格局 这种股票反而完全 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 那正是等他什么 赚卖也是赚 慢慢来 不急 可是这种股票 真的说 跟大家报告一下 你慢慢的高点不重要 重要 他基本上是低点 给你做买进 你不要给他看错了 我已经跟你讲 把这标准 大家给你讲这么清楚 所以那个利多健报 是给一些短线 有之前有做短线 做加码在30.8 30块以下的 当然 靠场一下自己赚点小钱 那你如果赚不到 那也没关系 赚不赚不是很重要 如果你很介意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行情 的确是有领区 你需要价差 刚波大的操作 你需要把电话留下来 的确这个地方 不是这么简单 可以跟大家 每个人都要赚价差 那我要怎么跟你 要怎么这种怎么样的东西 这一定是 一定是有点就是会员的权利 我这边来讲 如果你很介意 要把赖留下来给我 那接下来讲 当然我们要讲说 这种股票来讲 另外一档就是华金科 如果你手上还有华金 也是一样华金科 华金科这档股票 也是目前我认为 这档股票是一个主流架构地位 完全没有改变 它比冬年更强 所以你如果手上有华金科 更要恭喜你 当然这档股票 应该很多人都卖掉了 为什么 因为既然要涨停 又创新高 你随便卖都赚钱 可是我跟你讲 实际上这档股票 我是不太敢卖它 那为什么原因在哪里 因为这档股票 已经正式站上它的镜子 我这档股票也一直 每天跟你讲 每天天跟你讲 所以你要给自己许个未来 2018年的目标 我认为它既然过这个 它的成长性 你现在尽量去找股票 是11月营收成长 它11月营收大成长 来到100多亿 所以你看看 既然这个我地方 我们是买在最低的成本 大概33.2 那实际上你注意看 这两天它最低的哪里 33.4 它如果再来跌破那个33.2 你千万不要怕 因为这个地方以下 都是相对它再次 它敢来那个 如果它有来这个机会 不是一定会来 因为以它目前来讲 我认为它结构性是相当的完整 它的机会往上再冲高机会 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说你不用去担心这档股票 你买在这边 我认为我还是要恭喜你 这档股票的未来目标价 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这长期耕耘的双镜头市场 已经开始引爆了 否则我跟你讲真的 那个双镜头光鞋镜头的股票 今年那个 涨得很可怕 它涨了一倍没有 它就算今年从低点 来到37.9 今年的8月25号 那个37.9 实际上这档股票 都还没有涨一倍 都还没有涨一倍 便不便宜 当然是很便宜 所以你认为那37.9 会不会过 我觉得这37.9 已经隐约告诉你 它这个地方如果给它站稳 你都不要再来 就告诉你那个37.9 一定会过的嘛 那过了要怎么办 过你要卖就卖高一点 那过了之后 现在股票是要一关一关过 这档股票是在进来 你如果手上有的 我是欠你 尽量 你一档股票会不会一档翻身 在于你敢不然它整你的格局里面 你可以忍耐 不要太欠 除非说这种股票都是什么 我今天跟你上半段 跟你讲这样的股票 都是你要先买而后卖 先买而后卖 我认为它本身 会让你这种股票 大盘就要怎么整你 大盘就要怎么整你 怎么回来做整你 这种股票都是一涨难跌 因为目前的主流架构地位已经出现了 这种股票是目前 因为近来的三十几块的股票 说实在 我敢跟大家报告股票 已经越来越少 我认为这档股票 反而是另外一个里程碑的开始 所以你要善加留意一下 那当然这边来讲跟大家谈 你也知道我们这礼拜五跟礼拜六 有一场演讲会 很多人也看到我今天来跟大家讲 有两档股票就是凤凰新赚 那什么叫凤凰新赚 就是你要敢押 要一档翻身了 你再来找我 这种股票都是大格局 大成人大户 就是今年还没有涨到 明年2018肯定会涨到重产业 重题材重营修 就像华晶科一样的股票 好 这档股票 很多人在问 但昨天坦白讲没涨 因为我在等 我在等它的那个相对 这次华晶科买 你知道27块以下吗 大概25块这附近 它就跟华晶科一样 你要不要买 你要不要给它时间 所以相对于什么 这档股票当然目前没有涨了 而且我未来认为 它涨了会比华晶科更可怕 因为它赚的比华晶科来得多 了解吗 所以这档股票 法人也卖光光了 那这档股票你值得重央 所以如果想要拿这档股票 你可以来我们演讲会走一招 那如果你这地方没有办法去的话 这个凤凰新赚1号 明年我也好好跟大家做个规划跟介绍 因为这档等我买到吗 我现在没买到 我怎么跟大家报告 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们同步做进场的动作的话 请你把电话拨通 这地方来讲 实际上很多股票是回不去的 就像这种股票 我这种股票来到三十几块 补你华晶科所没赚到钱 补你冬年所没赚到钱 我想这个地方它不过才二十几块 而且这档股票获利 比之前两档股票都来得好 所以欢迎你凤凰新赚1号就这档 你好好自行做个把握 这边来讲买就对了 有多少钱尽量重压这档股票 总比每天买这个一下 每天一档胜过你手上十档 你这个地方懂得在大牌还没有真的在启动的时候 懂得重压你未来才会是成为股市上真正的赢家 这行情反而在卖会跌到哪里去 讲实在我看不出来这档股票会跌到哪里去 那这行情本身未来会不会这个股票什么时候会涨到哪里去 这个东西都是外行人在问的 你要问的是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股票在整你格局 你可以重要一档胜过你手上十档 我认为这档股票凤凰新赚1号蛮不错的 欢迎你好好自行做个把握 这边来讲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订阅我们这个单元 所以股价这么有趣 那个股票就这么有趣怎么说 涨上来每个人都想拥有它 但是在低档的时候都法人问清楚都没理它 所以你一定要耐心等待 由于现在目前好像你在整理 就在等待一些主流的异味的再有那种 真的这个股票本来吃完后就会大涨 就像这档涛地 现在很多人有多少问我说老师那涛地 我要买哪里呢 我要买哪里给你呢 你要叫我买哪里给你 其实我跟你讲的时候你跟我不要它 昨天又怎么不小心就800多张的量 就已经来到112块 坦白讲这档股票只能抱住你 还能怎么样 真的是 每时候就有时候我不来 涛地这档股票 你现在就说哇 我很想拥有它 可是它不是没有机会给你拥有 当你在1025块怎么看它 在这个股票来到120块 实际上都还在低档区 为什么 那你要给它时间 因为这档股票的确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规律性嘛 股票中间走到它的规律性嘛 会不会再大涨回去到160块 因为它这档股票是套牢下 一个月跌掉那腰斩的股票 那为什么因为人命并贬 包括这个时候它的毛利率 也稍微有点微幅的下调 但是股价中间跌升之后 它会回到它的规律性 因为它公司的业绩还是一样相当好 它又没有存货的问题 当然包括道路人现在这么有钱 也都在怕死人了 对不对 所有人都要观光客 只要碰到道路客的话 都是什么大获利 都是大买主 真的说实在 现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 都是看到那个大陆的客 买东西怕死人 没有在算钱的 但是说实在代表什么 它没有钱 但是它们国家必须有钱之后 想什么想消费 尤其这种童装各方面 有钱还怕什么 所以这种公司 尤其大陆股市 未来一定还会有一波很蓬勃的发展 所以这种股票当然什么 等到这外资法人这个地方清干净的时候 它一定什么 题材来的时候 当电子股 苹果跟人股 稍微在压盘的时候 因为主流就出来 所以这张股票坦白讲 我一直跟你大家建议 就106块到109块 包括目前来讲 实际上它也没什么低档 它的法人成本已经在107点 我要叫我买给你 所以回过来 如果这档股票有这个 因为它没有很大的量 如果有这个机会 你要记住 我送给你一档圣诞节礼物 好不好 毕竟这种股票也回不去 你说老师他买不到 那我有什么办法 我可以买别的给你 想当初在掏地的时候 你愿意多看他一眼吗 应该很少人看到他 你看市场上谁会给你介绍这种股票 没有量 怎么给你做生意 这种股票只能抱住 那他会会赚钱 让每个人都赚到钱 由于这12月的行情 11月底后 大白是往下做回档 做500多点的时候 人家掏地是逆势上涨 所以股价是终究会让它规律性 那这样这种股票 到12月7号出完全息 我就想说 叫我们会员 说实际上我们也买 我们自己来的最高成本 在107块109块 我也其意相提 把我们会员的资料 给大家做个参考 因为实际上说 实在这种股票 我们也是就这样子操作 所以说你参考一下 如果你喜欢它 你自己看着办 因为这种股票 我就看法是这样 因为现在的大盘 走得蛮温和的 如果每天要涨停满股票 坦白讲 我没有我也买不下去 因为进来涨停满股票 有一档就是什么 就是会赚科 我是有点兴趣的 但他已经来到60几块 叫我买给你怎么买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以前我跟你谈的股票 当然有机会买给你 但是目前在电视上 跟大家持续在报告 从11月底到12月 我觉得这种股票还是一样蓄势待发 这边来讲 这高价股 你记下 另外一档股票就大家 非常的有点心理 有点奇怪 为什么它还没有涨 那也没什么大跌 就宇峻呢 他只剩500多张的量 你仔细看一下 昨天11月营收发布 其实它是创了今年的新纲 1.23亿元 公司本来是认为 1月 那个11月份的 的营收应该1亿就达到高标 结果来到1.23亿 股价还不涨 当然就有人找理由 因为橘子跌 橘子跟它也有关系 好啦 随便 这个都是像 它没有涨就有理由 我认为都没有涨就什么 人家在吃货 为什么 因为你还记得吗 它这档股票 报两个大量去 还记得不记得 我这次拿给你看 都在90几块 这1万 它这个不是没有量 它有量的时候 1万多张 现在已经量输到 只剩10分之1的量 都还在97.2 而且营收来讲 它是1.23亿 是今年的新高 如果严格来讲 它的历史的高点 营收是1.49亿 以目前来讲 12月份它有资讯月 它有资讯月 有那个游戏的福包 已经卖光光了 对公司有获利很好 而且它的毛利率 本来游戏股 它毛利率是9成 是90% 你看他感谢 进来橘子回来做责 你怎么会不这样想 所以才让它稍微 停滞不动 你像它现在量 已经缩到剩10分之1 是当初这边的量的10分之1 它股价怎么都还在90几块 你慢慢那个高点不重要 何况我那时候 有跟你讲过这档股票 实际上重点是 在这个地方取决这112.5 对不对 好 接下来讲 所以这档股票是很明确的 就是好 有人问 老师怎么跌下 它本来70.6这个地方 上次来这边 是不是来到107块 它就涨到106块 这是它最小的一个 安全的测量满足点 所以来这边 如果它就马上不走 要回来做整理 好 你回过来 它整理大概是什么 大概约略 约略会在什么 它这条的法人成本区 大概在哪里 在93块附近 直接跟你讲好了 好 这边93到90块 如果这边来讲 你可不要 不要哀叫 强热大支撑 因为这地方就取决在112块 有没有过 那你说会不会过 它闷死多久 你自己看 它大压力 一旦给它跳上去 那你现在已经 它什么 这个都压不住了 这个过了 就是这个过 它竟然就是这边没过 因为大盘在整理 所以你不要急 那以后好像 哎呦 那麦一趟多好 我觉得赚大钱的格局 有时候在忍耐 那个短线上的寂寞 有时候给它短套 忠来忠来忠去 忠来忠去来的什么 来得好 来得有格调 因为有些好的股票 的确它有机会 你为什么不许 给自己一个未来呢 那包括如果不小心 12月的营收 再创它的高峰 上个月已经1.23亿块 接近它历史上的高峰了 如果再创历史高点 你要记住它历史上的 股价的高点 是509块 它营收现在是创历史的高点 如果不小心 12月份营收 再创历史的改写历史新高 你觉得这股价 怎么评估它 我真的跟你讲 你就自己看着办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因为这种东西 我是尽我自己的一个责任 告诉大家 因为毕竟股票一早 追东追西的 盗碎荷包是一场空 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都赚很多钱回去 因为目前很多股票压着 量缩之后 这边都是在等涨 包括这场TPK 都一样 你就把它续报 这是另外一个 还在整理 不急 它的关键点 都在2018年元月 那当然这边有一个 凤凰新赚2号 我们在LINEET 包括粉丝 FB的粉丝团 都有在规划 那今天又没时间跟大家讲 现在抱歉 但是在演讲会 1号跟2号 我都会送给大家 请你报个名 礼拜六跟礼拜五 欢迎你来赚钱 你想赚大钱 要想一档股票翻身 一定要全新的组合 那如果你没办法去 把它交给我们 做一个资产管理 我将会好好的亲自 帮你做个规划 也祝大家操作税 年居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